再煮煲面吃 煮哪煲面呢 暖七八糟的 然后我把这个海滩 这是我一包吃了很久的海带 泡一下 因为我发现这个海带要是不泡的话呢 要放到锅里直接煮 它是那种嫩海带又嫩的 但是就很多的那种沙子 对 还需要泡一下 这么多 就一大块 接上来有凉水 泡着啊 待会煮方便面一块放进去 这看来的后满汉字 倒没写了 光说能炖豆腐烧鸡 我看到这个英文上面写的是 把它放到冷水里 直到变软了 再做菜用 放汤用 你看 哇 都过期了 2015年的被我找出来的 不过应该没事 吃了没病 让它泡一下 倒是很快 你看 没泡一两分钟 它就已经变软了 它这些分泌物是正常的 就是把沙子呀什么的 给它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 这边的还有点硬 涮几颗 有的时候我吃到它在里边有沙子 对 好 差不多了 待会拿刷子刷也刷不行 你看 我把海盗捞出来 大家看 这里边呢 全是一些细小的沙子 所以说呢 还必须真是要泡一下 不然的话 你放汤啊什么的 这些沙子就都沉到里下 沉到你的汤里边去了 对吧 它画溜溜的 易血名叫昆布 这个寒点多 我特别喜欢吃 选的时候吃海带 色彩一毛钱一包 今天呢 就打算吃这个包 然后再加上点中国的面条 中国的面条 因为不够吃的 我现在呢 就要把这海带呢 稍微切一下 插上点西川淡淡面 因为这两包不够我俩吃的 因为我饭量比较大 那两包面 它饭量比较大应该是 这样剪开 这个面再下上一点 这个面条应该是很好煮的 OK 剪开 等着剪开 这两包料 有的时候好像还有这大碗 我吃面呢 我喜欢用这种比较大的碗 因为它呢 就凉的比较快一些 把这调料包放好 再打上一个蛋 我相信网友小心说 还可以打个蛋 没错 打个蛋会好吃 刷不开 嗯 太过了 OK 再打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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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什么样子 嗯 好了 然后再把料放进去 再煮一会儿 炒面 炒面是炒面吧 这次我觉得加一包就行了 这次我觉得加一包就行了 这油油的下次用 你别看它这个样 它下面这个煮好了 那面很快就消失了 把它换一换 好 是不是学生时候的最爱 拉面 拉面 炒面 我知道吃这个不好 可是有的时候呢 还是很想吃的 再撒上一点 再撒上一点 淡淡面 因为觉得可能就不够 撒上一点就够了 因为我家的方便面 只收下这两包了 这也不够 现在两个人吃三包 我觉得差不多 多 小一点 火稍微小一点 再上去煮一会儿 煮好了 这碗面呢是我的 但是这次包的蛋呢 有点散了 不是很好 然后他这碗呢 我不敢给他吃中国的面条 他会说 那你怎么不多吃一点呢 我就给他吃这个 再上一勺老干妈就可以了 好吧 他的这个呢 我给他加上一勺老干妈 哇怎么打不开呢 这怎么搞的 天呐 好了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这碗面 海带老干妈 咱呢 咱呢 再上一次这个 Best Before 我看看是2019年 再差不多 卤的豆腐包 西製 这巨蛋 啊 一常 好了这就是我的面 卤住豆腐干 加上一个荷包蛋 但是这次弄的荷包的不太好 有点碎了 还有海带丝 热气疼疼的 要不要吃一口啊 来 还行吧 去吃饭去了 感谢舒卡 我去吃饭了